91岁中医大家 从皇帝内经中 破译了哪些长寿密码 根据见到的天象 阴京和阳气应该是平衡的 夏季常见的烧烤调料 居然是解决失眠的戾气 我还没听过老师说他失眠过 三代名中医 用了60年的调胜方 首次公开 造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精彩内容 近在91岁内经大师的养生智慧 养生堂一线给亲人大爱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我是刘静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什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一年四季 其实每个季节 都适合我们调理不同的脏腑 所以问题来了 我想请现场的观众 我们集思广义开动脑筋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分别适合养哪个脏腑 春养肝吧 夏养鲜 好 秋天养什么 养肺吧 好 比较肝脏 冬天养肾 我们来看看阿姨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阿姨 都说对了 这是皇帝内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 叫做四十五脏阴阳学说 而研究这个学说最著名的人 就是大屏幕上打出的这个 程世德 程老了 程老先生享年91岁 在2009年的时候 克然长辞 但是程老用他毕生几十年的中医 临床和理论的研究 都在告诉大家 中医的四十五脏的学说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的荣幸 时隔几年之后 把程老的学术传承人 也是程老的得意大弟子 请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 我们想请教一下 从程老那传承来的四十五脏的学说 到今天我们普通老百姓 应该如何使用 来 带着疑问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有请首都国医名师 郭霞珍 郭老 以及程世德名医工作室的负责人 刘晓燕老师 郭霞珍名医传承工作站的负责人 徐晓颖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郭老师好 刘老师好 还有徐老师好 您好 郭老师 您好 看到郭老师 第一感觉就是郭老师的皮肤好好 很白皙 很透亮 而且毛孔也很细腻 郭老师 方便告诉大家 您今年多大年纪吗 我七十有加 七十加 七十多岁的郭老师 皮肤保养得很好 身体保养得很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郭老师现在依然在坚持出门诊 一周出几天 四个半天 四个半天 一周五个工作日 郭老师要出四个半天的门诊 怎么去 很多人都知道 有的上了年纪的老中医 比如说会有专门的车接车送 或者家里人会有接送 我们郭老师不一样 郭老师是骑着脚踏车 自行车前往医院的 有的时候也走路 有的时候因为时间赶得来不及了 就骑车走了 您车骑得怎么样 还行 您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啊 乐观的情绪 我觉得那么永远年轻 所以说到郭老师 我们还得说说他的师承 就是程式得老先生 我刚才开场的时候 就在看这几本书 这一本叫做《内经讲义》 我认真地看 它的发行日期是1984年 这本书跟我的年龄一样大 这还有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的高等中医院校的 教学参考从书《黄帝内经》 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我对于程老先生的了解 程老先生当年是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以后的 第一批老师 同时他也组织了 很多相关的中医书籍 包括《黄帝内经》的 这些论著在内的 编撰者 所以作为他的得意门生 郭老师 您还记得吗 您当时跟着程老学习的时候 哪些《内经》的名句 是您到现在依然烂书于心的 有个核心的内容 我们说 阴平阳密 竞争乃至 阴阳离绝 精气乃劫 就是程老师 他提出了个45张阴阳 这个理论观点 其实他是说 我们中医认识问题 都和自然界是相吻合的 从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平调阴阳 什么叫平调阴阳呢 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健康 就是阴晶和阳气应该是平衡的 这是一个我们要时常记住的 所以在临床上呢 对于一个病 那就是阴阳失调 我们治疗的这个特点 就是调整这个阴阳 稍微的不协调 可能是小病 不协调的更厉害 就是大病 那我们来问问郭老 比如说在哪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看到的疾病 是跟阴阳不平衡有关的 我们来看大屏幕 比如说出汗也有嘛 自汗或者倒汗 这也是阴阳不协调 对 自汗也是 尤其是倒汗 晚上睡着了以后出汗 那就是阴虚有热的表现 我们说你病了 就是阴阳失调 常见的你比如说 萎缩性胃炎吧 现在见得挺多 好多这个人啊 尤其夏天 吃凉的就是特别爽 但是你凉的过多以后 使得这个胃的蠕动 它就减缓 慢慢慢慢 你这个消化功能越来越差 我怎么吃完饭 老是这么胀啊 这个好像躲在这儿 不能下去啊 那你一检查 就是萎缩性肺炎 这就是由于你寒热 温凉的失调 所以寒热温凉 也是阴阳对不对 寒凉属于阴 对 热是属于阳 对 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大家最担心的肿瘤呢 恶性肿瘤也跟阴阳 不协调有关 恶性肿瘤 我们常见的就是那个肠癌 肠癌有的人就是 特别愿意吃辣的 过多的辛辣 尤其是有些人 这个有肠息肉 这种体质的人 特别容易慢慢发展成 肠道的恶性肿瘤 那辛辣不就是热的吗 对吧 你过多的热 对肠道是一种负担 对吧 而且热了以后 大便容易不通 大便不通了以后 存积在肠道里头 那也会导致 肠道功能的障碍以后 引起一些肿瘤的疾病 那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 抑郁 抑郁是现在大家 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李文的离世 大家更加地把重点 放在了抑郁症上 这是您说的抑郁 跟阴阳有关 说的是抑郁症状 还是这种疾病啊 应该说这种疾病 那么这种疾病呢 它和症状是有关的 那跟阴阳有什么关系呢 它这个抑郁症的病人 有两种 一种就是 就整天的焦虑 它是我们说叫干瘤 干瘤以后热就发提气 那么你经常地发提气 那就养抗了 所以干瘤气质 它就会导致阳气的抗盛 这不就阴阳就失调了吗 郭老师简单两句 就让我们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见的病症 都和阴阳的不协调有关 那当然了 为了让大家更明白 尤其在当下 这个夏天特别炎热的北京 我们有哪些症状 可能跟夏天的困扰有关系 有可能跟阴阳不协调有关系 我们也征集了一些观众的看法 我们来看大屏幕 有观众说了 天气热 睡不着 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的 像是烙饼一样 这跟刚才郭老师讲到的 失眠有关 有人说一直早睡早起 最近总睡不着 哪出问题了 还有说我是老师 严重失眠 只能吃安眠药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办法 帮我入睡吗 说到这儿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郭老师会给我们带来 他传承至成士德成老的一些 非常管用的 调节阴阳的好方法 三位老师稍等 其中的第一个 就跟睡眠有关是什么呢 独家助眠法 所谓独家 问问郭老师 是成老和您的传承和总结吗 这个方法呢 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 临床上经常用 就说明患者很认可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 我先向郭老求证一下好了 郭老师 您的睡眠好吗 我睡眠挺好的 大概每天几点睡 几点起 这个根据工作需要 这两天特别忙 可能有时候忙到12点也有 12点睡 那早上几点起床呢 早上5点 5点 所以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长 至少是五六个小时 可以 会出现比如说想事 烦心烙饼睡不着的情况吗 基本没有 我心大 您心大 我得问问刘老师和徐老师 她是这样吗 睡眠这么好 对 刚才没听郭老师说她失眠过 她其实虽然睡的时间 不是特别长 但是应该质量是非常高的 70多岁了 说五六个小时 睡眠质量非常高 怎么做到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请刘老师 帮助我们结合着中医的这个阴阳学说 来分析一下 先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这个体板代表的是什么呀 这个体板其实就显示了我们的四季变化 春夏秋冬 那么在中医里边其实还有个长夏 那它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变化 其实也是一个阴阳消长的过程 春天的时候阳气渐渐升 到了夏天是阳气最盛的时候 那么到秋天呢 从夏季夏至以后啊 太阳从北回归线开始往南折返的时候 那么就我们北半球的阳气就开始渐渐的下降了 那么到了冬天就冬至 是我们北半球阳气最弱的时候 那么从这开始呢 从冬至开始 然后阳气又开始渐渐升了 那么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 这时候是我们北半球阳气最旺的时候 那么人呢 其实也是随着自然天地阴阳消长的 那么人呢 从春天开始 我们叫春生 春天干气生发 然后到了夏天呢 是阳气最盛的时候 那么到了秋天呢 是收藏的嘛 就收的 到了冬天呢 那冬天你看 这个动物都 都眠了 都折藏起来了 所以呢我们人呢 人气也要内收 所以说到了夏天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外面的阳气也特别重 那么我们身体的阳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实的 那么如果有些人 他这个阴阳调节的不好的话 这时候就可能导致失眠 就是比如说你看刚才有些朋友就说了 他们现在晚上就像烙饼一样睡不着觉嘛 那就是一种心烦躁热的这种表现 所以一般这个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的阴阳调节比较好 他的阳气能够很好的入于阴份 换句话说 他的阴有足够的强大 能把阳气点住 那么他就很容易就睡着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的阴夜不够充沛 然后阳气呢又过多了 那造成了一个不平衡 就是阳气过于多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表现为兴奋 所以他到晚上他就睡不着觉 那我想问郭老 他也跟白天黑夜的阴阳相关对吗 对 一般咱们都知道 白天咱们都要活动上班 那就要有阳气出来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休息的嘛 对吧 他就因为睡觉 安静 就是阴 你就要阳气入于阴 他才能人安静下来了 这跟自然界是相符合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 您这个晚上去跳健身操 不要太剧烈 太剧烈以后 那你阳气很亢奋 你到晚上你睡觉 就不能安静了 是吧 你得自己留一点 回家以后喝口水 稍微歇会儿 在家里多多布 把那个心情安静下来 刚才还有观众讲了 我想努力做到早睡早起 早睡睡不着 早起起不来 这几中是不是 也有一些小误区啊 早睡早起呢 它有的时候 就是跟季节也有关系 怎么讲 一般来说 就是刚才我们刘老师 给大家讲了春夏秋冬 是吧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 那就因为天也 那个暗得晚 是吧 所以跟这个 四十季节也相关 有的时候夏天 那你太阳还没下山 你逼着自己去睡觉去 它可能也不能入睡 那比如说以夏天为例 您建议大家几点睡 几点起比较好 一般大家都愿意 看个新闻联播 看看养生堂节目 差不多要求大伙 十点左右应该是睡觉 这算是睡得晚一点 十九左右 十点左右 现在还可以吧 还可以 不算太晚 那早上几点起合适 早上一般来说 五点来钟 你愿意起来了 尤其在六十岁以上的人 你起来没问题的 其实在《皇帝内经》当中 也照就给咱们总结了 对 来看大米墨 春三月要夜卧早起 夏三月也是夜卧早起 秋三月早卧早起 冬三月早卧晚起 所以如果我们晚上 十点钟睡 早上五六点钟起床 算是夜卧早起 对吗 对 它就是说 要求我们顺应洋气的生长 来调整你的睡眠时间 那如果到了秋天 早卧早起 大概是几点 秋天的话 一般我们 尤其咱们一些 上了岁数的人 愿意去锻炼什么的 那你早上起来 六点来钟也是可以的 那几点睡呢 早睡早起 是几点睡 一般来说也就 九十点左右 那冬天早睡晚起 对 冬天早睡晚起的事 这就讲到我们 因为好多人都早锻炼 其实冬天的 天蒙蒙亮就出去了 这个严格来说 不太合适 太冷了 冷 而且咱们年岁大的人 可能血压都会偏高一点 寒冷的环境期下 你可能血压就会高 所以现在好多老人 刚才还看见跟我一块 在那个地方锻炼呢 现在怎么那120停在他们家门口了 突然间的心梗 脑梗 上次有一个病人来看病 他女儿带他来的 他就说 他亏的那天礼拜天 他去看他爸去了 推开门 他爸躺在地下 他就傻了 一看 大小便全部试镜了 赶紧打120 亏的就是抢救及时 但是他邻居说了 说你们家爸早上跟我一块去锻炼来着 我们俩 我看他回家开门进去了 就是冬季的时候去锻炼 说实在的稍微晚一点 就跟阳光一块 生起的时候你出去 这样比较好 当然了 既然我们今天把郭老请来 郭老也专门带来了 成老和他传承下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独家助眠方法 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 91岁内金大师 独家助眠茶 一种烧烤的调料 还有一种会下眠的草 功效可以缓解入睡困难 我们先不写小答案 郭老师 能不能说说这个助眠茶 具体有什么好处 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前面说到 失眠是阳不露于阴 他就睡不着觉 那我的思路 就根据见到的天象 那我要把阳气 引露到阴风去 我们结合了 自然界一些个植物 它有这个特点 可以引阳露理 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把它运用到 我们临床上治疗 失眠 它不安静就能睡觉了 对不对 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请徐老师 结合着题板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入睡困难呢 就像郭老师所说的 就是阳不能入鱼音了 那为什么这个阳不能入鱼音 往往是阳邪的一个抗盛 我们说水火者阴阳之争照也 那么像这个火热邪气太过的时候 它就会导致这个入水 阳偏盛 阳邪抗盛 导致入睡困难 那么关于这个阳邪的 就是邪热的一个抗盛 一种呢就是这个外火 比如刚才提到了 说夏季的时候 自然界非常的热 那么这时候呢 人们这个也会受到 自然界的这个热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你看到了夏天 很多人就入睡了 这种困难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内火 那么这个内火的发生 一种就是五智过疾 解渴化火 提到了人的精神情质 安路喜 斯贝宏 大概过的时候都会化火 那么现代人呢 说调节精神情质 主要是肝气 那么当肝气欲解的时候 就会导致肝欲化火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肝气在我们的人体内 正常运行的时候 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呢 现在呢 这个就代表人体的气 人体的这个气呢 要不断地升降出入 一定要非常的调畅才可以 就像现在的这个气的运行一样 是 然后呢会出问题 对不对 出问题的时候 刚才有一种情形呢 我们提到了肝瘀化火 那么这个肝瘀化火呢 就是气的运行不通畅了 像这样 我堵上它了 对 就像这个有一个东西 堵到肝气这个瘀节 那么这时候呢 瘀儿化火 就会导致体内的阳瘀的 这样的一个抗盛 从而呢 就会出现入睡困难 这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一种呢 其实还有呢 就是我们提到了说 鞋瘀化火 像痰瘀呀 瘀血呀 还有饮食的机制 其实也都会导致体内的 这个热血的 这样的一个抗盛 就是所谓的这种内火 大家仔细看啊 我的痰尸来了 你看这下面就没有气了 它只在上半步运行 对 这就是我们呢 假如说体内有了这个痰湿 它组织在某一个地方 那么气走到这儿之后 它就过不去了 之后就会瘀儿化火 北来痰湿的话 我们说是水液代谢 障碍形成的病例产物 说这个水怎么能够转变成火 其实并不是说 这个痰湿自身这个水化成火了 而是什么呢 痰湿组织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气走到这儿之后 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所以它就会瘀到这儿 这个气 瘀儿化热 与原来的痰湿合在一起 那么这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阳蟹的一个抗盛 也会溅到入睡的一个困难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呢 就是像刚才提到的 阳不能入育阴 导致阳蟹抗盛的原因呢 其中有一种干瘀的时候 它会化火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会导致入睡的一个困难 那还有呢 我们说有这个现代人 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痰湿 瘀儿化火 所以我们解决这两方面的失眠问题 要么呢就得疏干解育 要么就得化痰去湿 再回到我们讲到的这个失眠茶 来自成老和郭老的独家助眠法 听起来就更厉害了 我们来先说说那个烧烤调料吧 我们现场有爱吃烧烤的观众嘛 说到烧烤了 怎么能不请一位男士呢 来 叔叔请中间有请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种的烧烤料 您想一想它的味道 有可能是您常见的 辣吗 小辣椒 辣吗 辣辣 你觉得失眠的人用它能够助眠吗 那不可能 太烦躁了是吧 对对对对 孜然 烤羊肉串的时候来一把孜然 孜然还有一点 用它来助眠 自然闻助眠也不可能 不可能 酥子 您闻闻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酥子 酥子 不熟 不熟 用它来助眠 这个我爱一个 存疑 存疑 我们对它不了解 再来看这个 胡椒 白胡椒粉吃过吧 胡椒粉吃过 喝汤的时候撒一碗 对对对 撒一碗 再来胡椒粉吃个 吃了以后出一身汗 特舒服 对对对对 助眠嘛 我也没怕 这还可以 有可能 对 好 叔叔现在问题的焦点 聚集在了酥子和胡椒上 酥子我们不知道 对它太不了解了 胡椒叔叔说 可能是不是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然后出一身汗 然后全身都放松了 安静了 能睡个好觉 对还挺舒服的 还挺舒服的 有道理 叔叔您睡眠好吗 那个睡眠还是比较不抽的 一边呢 晚上一边 十点左右就睡觉 早上一边呢 六点钟左右去起床 真好 因为我的睡眠 因为我前部队待了四五年 因为养了这个习惯了 谢谢叔叔 叔叔说的到底对不对 一会儿我来问问郭老师 揭晓答案呗 是书籽 书籽啊 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书籽这个 咱们可能有的住的那个院里就有紫苏 紫苏结的籽 也叫书籽 就是紫苏的籽 对 紫苏的籽 书籽可以下气 下肺气 所以它可以化痰的 有的时候咳嗽啊 可以用酥籽 泡点水喝 也能减轻点 所以我们揭晓的那个烧烤的调料是酥籽 还有一个叫会下棉的茶 什么叫会下棉 夏天它会睡觉 这种草啊 特别有意思 就到了夏至的时候呢 这个草就睡觉了 按理来说 这个到夏天的时候 就是生长特别茂盛 对 应该是绿绿悠悠的 对 然后它呢不是 它就休眠的嘛 它的生长期就结束了 所以用这个草呢 人们发现 它有这个性质 然后可以引阳入里 同时还有清干的作用 明白了 所以到底这个夏天会入眠的草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好了 既然说到了苏籽啊 其实大家刚才看 这个苏籽一粒一粒特别的小 就跟那个萝卜籽似的 还特别硬 如果要泡茶啊 煮水喝挺麻烦的 所以 郭老专门特别的贴心的 把它和另外一种东西 研磨在一起 变成了一种粉面状的东西 对 这是冲泡喝的吗 这是什么呀 这可以冲泡喝 也可以 有的人可以放一点点红糖 嚼着吃也挺香的 当零食嚼着吃也可以 可以 这个是什么 这里面除了苏籽之外 还有什么如何来制作 据说啊 徐老师对它特别有心得 我们请徐老师 帮我们现场操作一下 苏籽 这个苏籽我们认识了 这不是大米吗 对 是大米 大米配上酥籽 对 磨成粉 这还有一个金色的盖碗 这里是什么呀 咦 这是一口锅 对 这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来做这个 大米和这些酥籽 是要把它炒熟以后 那么助棉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炒熟了以后再磨成粉 对 那您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好的 因为刚才提到了 我们说入睡困难的时候 就是羊不能入鱼音 那么我们提到了羊鞋的偏盛 也提到像弹湿的 可以化火 干鱼的时候可以化火 那么这个苏籽呢 刚才提到了可以降气化痰 那么炒了以后呢 它这个降气化痰的这个功效 包括立室的功效 它会更好一些 那大米炒了之后呢 这个大米呢 中医学认为呢 它是杏味是干平 可以补中益气 以及呢 健脾 养胃 也是把它炒了之后呢 无论是干预 还是弹湿导致的 这样的入睡困难呢 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比例呢 用到1比5的比例 会更好一些 1倍的酥子 对 1份的这个酥子 好 然后再来5倍的大米 好 这个呢 其实先就不能用大火 先就不要把它炒成那个焦黑色的 就炒得太过的时候 它的功效就会发生变化了 大概多久呢 如果像这个量的话呢 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 10分钟左右 那辛苦您在这儿帮助我们大家吵着 什么时候差不多了 微微焦黄了 您叫我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辛苦徐老师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小屏幕 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提示 第二页 把太阳变成养生药 怎么做呢 晒太阳吗 可能那么简单吗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了 一个被遗忘的人体部位 这个部位如果多晒太阳也能助眠 给大家一些提示 这个部位有多大呢 大家来看 就大概跟这个乒乓球的横截面的大小似的 大家想想在哪里 形状是凹陷的 而且它是裸露在外面的 不容易被衣服遮挡住 来 抢答 谁能知道在哪 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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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手心去晒太阳吗 对 您讲给我听听 您怎么晒啊 就是上到太阳的方向 手心 约着它去晒太阳 从来也没听说过 来 前面的观众有不同意见了 觉得是不是颈椎 颈椎 颈椎哪儿啊 大椎 大椎 它鼓在外面的那个包 要晒在这儿 什么好像大椎穴 连接人体阴阳啊 什么元气 有关系啊 是吧 都在这儿 对啊 一个阿姨的意见是手心 一个阿姨的意见是大椎穴 到底是哪儿啊 刘老师 这个是在手心 就是手心 哇 那位阿姨好厉害 居然能够猜对是手心 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手心要晒太阳 手心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手心是 按照这个中医的全息理论来说 这个手掌的话 这个手心是对应的心 那么从经络的角度来说呢 手心是手绝因心包经 也是从这儿过的 所以手心呢 它直接连着我们的心 那我们现在 不是就是为了想要睡眠吗 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 中医讲就是 阳气者精则养神 柔则养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非常好的阳气 它可以来如养我们的神 那我们就是失眠呀 也是因为我们的神 不能够很好的运行嘛 所以阳气不足的人呢 有些比如说这个 心阳不足的人 他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的 为什么 因为他阳气不足呢 他那个心血的供应 心脏啊 心竹血脉嘛 也要靠阳气的推动啊 他的阳气不足的话 血不养心 所以造成了睡眠不好啊 它就是躁动呢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你能够平时的话 就注意去补充你的心阳 这样呢就可以有助于睡眠 那么 晒手心 对 它有一套这个方法 那您教教我们 不是只是把双手平摊在太阳底下晒就好吗 我们要站起来 站起来 好 站起来 学习一下 对 然后呢我们先吸气 然后呼气 鼻息口呼 这样三次 先把气息调整好 三次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手捧起来 对着太阳光 让这太阳呢 太阳直射到你的手心上 你会发现 有时候非常神奇的 你的瞬间 这个手心热的以后 马上就会传导到你的身上去 它会从你的这个胳膊 手绝一心包经 直接就入心 而且呢 那你就想着 我从太阳那儿吸收阳气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 手就像一个喇叭花似的 这样收一下 就是把这个阳气吸进来 然后想着它到你的心脏 然后下沉淡田 然后一团热气就下去了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 手再松开点 然后吸 呼 然后吸 呼 像现在太阳有点毒 对 就像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要是能早一点起的话 可能七八点钟 不 六七点钟 六七点钟 六七点钟的太阳 你可以这样直接面对它 因为这时候太阳 还不是特别的烈嘛 是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个爱美的 或者是有些阿姨 就怕晒着脸嘛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有办法 你可以背过去 就是这样 太阳在后面嘛 晒背 或晒手心 还是手心 我觉得晒背的同时 也可以晒到手心 对 然后呢 你累了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放到下面来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心都要想着手心 就是从太阳那得到的热 一定都要回到心 然后下沉淡田 大概多长时间一天 一天最少的十分钟 十分钟 如果是你 你能够做到十分钟 十五分钟 或者二十分钟 都是可以 有些这个年纪大的 这个朋友啊 就是说站的时间长了 他觉得那个太累了 他也可以坐着 坐着一行 坐着也是这样的姿势 也是呼吸三次 然后先把气息调匀 然后再去吸气 那如果早上六七点钟 来不及晒太阳 我晚上夕阳的时候 还来得及吗 可以啊 谢谢刘老师 刘老师请坐 这说到热 我其实已经感受到 徐老师这儿热辣辣地炒 哇 已经变黄了 这就是炒米的颜色 对 就炒到像这一种 就是颜色发黄 有米香味出来 炒到这种程度 然后就可以了 而且素子已经有点微微发黑了 给大家看一点 就它是微微发黄 而且是金灿灿的黄 没有发黑 不是焦黄 所以这种状态下就可以 对 炒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那是直接吃还是再像我们 就是打成粉的话呢 就会更方便一些 就是直接拿这个粉吃眼星 刚才郭老师说了 泡茶呢也是可以的 那大概多少量 比如说一天吃几次 一次一勺 比如说每次吃 一天吃个 比如说两三次三次 没有特别的量化的这样子的 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毕竟是改善睡眠的嘛 晚上睡觉前一到一个半小时呀 或者就是晚上吃的时候 比如说十点钟睡觉的话 我们就八点半 九点的时候吃 对 当然要是说白天的时候 有的人要想午休 就是老年午休的这种习惯的话呢 也是睡觉前也可以吃 它有禁忌嘛 因为这个大米啊 酥子呀 它都是比较平和的 所以没有太多的 这样的一些禁忌症 但是要是说 有些人吃就稍微油腻的 这个酥子嘛 毕竟是这个种子 有的人这个腐蟹呀 什么这一类的 就尽量还是不能够吃的 明白了 谢谢徐老师 来 我们回到座位上 严格来说 这个大米应该不是用的东北大米 用的南方的仙米 找到米 所以仙米吃了不扛饿 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说到 胃不合就卧不安 所以把它炒了 炒了就香的 香的是健脾味的 又帮助露眠 那说到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郭老夏季这么的炎热 大家心烦意乱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也需要帮助我们调调阴阳啊 可以啊 夏天经常大家可能去广州啊 听说那个凉茶 您给我们带了个饮凉茶 我们来看大屏幕 明中医推荐的百年凉茶 这就我们会下眠的那个草 还有桑叶和菊花 介绍一下这个配舞的方法 它这个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阴阳平衡 你就是健康 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 调整阴阳就是你的治法 那么根据这个呢 我们夏天天特别热 在热的情况下 那你阴阳就失调了 热气多了 对吧 人可以长肺子呀 特别心烦呀 那么咱要来一凉茶 让它阴阳达到平衡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菊花 都知道可以清肝火的 商业是清肺热的 另外呢 也可以跟大家说一点 现在的研究 商业还可以降血糖 日本他们把这个商业呀 打成很细的粉 然后做到点心里边去 现在咱们有些高档的 饭店里头 嫩商业 焯了以后 当凉菜的 拌凉菜吃 他们三个配在一起 做的凉茶 我们是泡水喝 还是要煮水喝 还是煮一下 滚个开 是传承了上百年 对 它是清代的时候 一张方子 所以我们经常用 有禁忌吗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一般如果是胃不好的人 那您喝的时候呢 热乎一点 可以少喝点 其他都可以 因为我们平时说 胃不喝 则卧不安 所以我们胃不好的人 睡觉也不太好 所以在喝这个凉茶的时候呢 最好在白天 就是您胃不好的人 又想清清暑 降降温 使得阴阳平衡 那您最好是在白天喝 我们这个在夏季 还有会睡觉的草 接下来答案吧 郭老师 这个草叫做 夏枯草 到了夏至的时候 它就枯萎了 就是这个草 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夏枯草的功效是 功效是引阳目离 可以治疗失眠 也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 在睡觉前 大概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喝 有没有禁忌呀 禁忌就刚才说的 有胃寒的人 那么在喝这个茶的时候 注意热喝 热地喝 不然影响到晚上 睡得就更不好了 对 影响睡觉 当然了这是我们讲到的 第一个夏天容易面临的问题 就是失眠 除了失眠之外 我们夏季还会有哪些困扰呢 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有观众说了 最近失眠加重了 头晕耳鸣眼花 腰困浑身没劲 男性说58岁 莫名的心烦焦虑怎么办 还有腰膝酸软烦躁 开空调也全身热糟糟 还有严重的脱发 比如说说这个心烦意乱 蝕躁什么腰膝酸软 郭老师 这样的症状 因为这样的症状 去找您门诊看病的患者 应该很多吧 您分析分析他们怎么了 它一般来说 咱们不是不在夏天 平时也有这样的患者 主要他是自己体内的阴阳辞调 多发生在更年期父女身上 那您怎么调理呢 调理阴阳 所以这个 陈老先生在世的时候 他也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 在这个上海中药大学 当年的一个副校长张伯纳老师 闯立了一个二鲜汤 二鲜汤 二鲜汤来进行调治 有一定的效果 现在我们临床上也经常用的 我们来请郭老师具体地介绍一下 三代名中医运用了60年的调肾方二鲜汤 这个二鲜汤可能取名于 第一两个药 一个叫仙灵脾 一个叫仙毛 这个仙毛仙灵脾 都是温慎阳的 这叫温阳的药 仙毛这个药 因为有小毒 所以陈老先生提出来换成鹿角霜 就是鹿角霜就是温慎阳的药 它是大家可能听说过鹿角椒 是吧 有卖的 它就是煮完鹿角椒以后 剩下来那个渣渣 所以陈老先生说 这个东西又价格上也便宜 然后那个作用和这个仙毛的作用 一样的都是温慎 那么这个当归是阳血的药 我们说气为阳 血为阴 所以当归这个药很有意思 它是阳血的 但是它又是温的 接着黄白 黄白它是一个寒性的药 它是清热的药 那么脂膜 脂膜也是一个像火的药 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黄白和智母和鲜毛鲜灵皮 就是四个药是两对 是吧 一个是祝阳的 一个呢清热的 所以祝阳呢也不让你太过 我管的呢 导演跟我说 在对稿的时候说到二仙汤 除了说到这是陈老和郭老师 对他有非常深厚的传承的感情之外 据说徐老师说的当时特别的激动 关于二仙汤呢 也是我确实是很有这个体会啊 因为我是郭老师的这个博士 那么在跟诊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就发现 就很多就是在这个复刻方面 无论哪个年龄多少的 这个患者过来 郭老师经常会开 一上来就开这个二仙汤 比如三十多岁来看一些崩漏的 还有一些更年期的这个 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呀 还有更年期的抑郁啊 郭老师很多一上来 都是开的二仙汤 作为底方加减 但是当时啊 因为年轻嘛 其实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这些患者 其实很多没有肾虚的表现 就书上写的肾虚的那些 表现又要酸呀 但是郭老师也开二仙汤 出师的时候有考核 然后其中有一个评委 刚好跟着程老先生学习过 哇 所以那个评委看到了我的困惑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 这就是徒弟和师父的差距 然后又引用了 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句式 说你见于不见 甚虚 他就在那里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说上工治胃病 没有肾虚的表现 但是已经知道了 有肾虚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专家一句话 说了之后 我突然明白 从那之后呢 我说 我愿意要当这个上工水平 非常高的医生 向老师学习嘛 我在临床上也是 以为有肾虚的这种 用二仙汤 作为基础方 加减开始治疗 效果怎么样 效果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错 顾老师 二仙汤只针对女性吗 男性可以用吗 男性可以用 陈先生有一个病人是男的 六十来岁 然后他说 他每天都看见一个东西 特别生气 我说你看见什么东西生气 就是我们对面 那个楼的厨房 那个窗户上 有贴一张图 我看见这张图就生气 我一生气 我就口苦 特别难受 晚上睡不到觉 我说人家那张图 又没按一个事 大老远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一看他的年龄 就是当时就是男性是 六十多 六十来岁 后来就给他用的二仙汤 他就是阴氧失调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南国人生 我们的道具老师费老劲了 找到了仙品 八几天我们都听过 看到的都是干品 我们找到了仙品 小小的一株 为什么八几天叫南国人生 它有人生的作用吗 就是它因为也是个瘟痒的药 它吃了以后 它进去神就足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 一热我们就想往空调屋里钻 但是这空调屋把汗都捂在了身体里面 其实就可能产生很多内热呀 包括湿气呀都捂在里面了 张老师 我听说过一个方子 叫做白虎汤 据说很厉害 就像老虎一样特别生猛 我不知道这个方子 对我们来说适不适合呢 你还就是对中医还挺有了解的 白虎汤它的什么叫清肺胃热的 它的症状就是有四大 大热 大渴 大汗 还有一个麦宏大 特别时热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吃着白虎汤 它就有四味药 石膏织母 精米甘草 这个去和好 可是你们也听说还有一个食材 叫做天然白虎汤 天然白虎汤 对 今天我也是特意给它设定了两种吃法 一种是冷吃捞汁瓜丝 好清爽 听谁 另外一个部分呢 一种是热吃 是脆衣沾卷子 帮助我们解决大热口渴的问题 就是西瓜 这一味西瓜 就能够顶着这个白虎汤的功效 有很好的清热 沥尿 止渴 但我们今天呢 我们不用西瓜 我们用都给扔掉的一个部分 叫西瓜脆衣 这火的功效比这西瓜还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西瓜皮 对 是吧 有人把它这个给剃完了之后 就做那个火锅 对 上锅用 火锅 还可以就是把西瓜切成冰棍的样子 一个方块一个方块这样抽出来的 还有把它做成卡通形象 反正就是各种玩法 那今天您给我们玩的这个也挺厉害的 就是问题来了 这西瓜脆衣到底怎么能轻松地把它给取下来 我们把它来切开 这个方向啊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很特别 就这个脆衣的部分 有一个捞拌的一个凉吃 我想让它呢成天的状态更完整 希望它仪式感更足一些 按墙面来切 你看 哇 这皮这么薄你能不能取出来吗 取丸的部分呢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个红白啊 中间这个分割线给它切断 那同时呢你看 我们的这个羊也不浪费 我们的皮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我把这个羊给它竖起来 这个刀中段的部分 来 给它轻轻地这么一划 你看 哦 其实还挺轻松的看起来 他们这个给我啊 还可以 你就说不仅能取出脆衣来 关键是这吃西瓜多爽 多爽 没有一口是废的 可是真可了 好 然后那部分呢我们已经取出了 接下来我们来去掉这个表面的绿皮 这个去掉就非常简单了 来看一下 我用刀尖 抵住这个皮和白痒的那个部分 这一样的手法其实是 对 一样的手法 来 我们用一个锯刀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刀一直在锯 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 哇 非常完整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难入菜的 我们就把它取消来不要 我们只要这一块 一会儿呢我们要把它切成 两种不同的形态 一种呢是把它擦成丝 来做一个凉拌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是把它切成块 来进行一个热泰的烹饪 厚的瓜皮的时候 我们这里呢 可以用一个擦子 来给它直接擦丝 就可以了 轻衣的话 您觉得选皮厚的好 还是皮薄的好 厚的部分可能口感会更好一些 那薄的部分呢 口感会稍微的软一些 但是呢我们也有让它变得爽飞的办法 明白了 看它质地 所以软的瓜皮呢 我们就直接用刀来切 还是用瓜材的方法 我们给它片开 我们尽量的切得薄一点 大家看一下啊 想起我们学徒的时候 练刀工就用西瓜皮来练 真的啊 切西瓜的时候呢 就把皮额外的留下来 然后中午下班以后 师傅都走了 然后你就开始来切 切片啊 切丝啊 切块啊 就可以有各种练 各种形态 我觉得我的厨艺 这么精湛的话 跟西瓜还是有一些 你还是感谢他一下 好 然后我们开始来切丝啊 尽量让这个西瓜丝呢 稍微长一点 对 青笋丝的感觉 对 要脆一一嘛 你知名多好听啊 切完之后呢 我们把瓜丝放到冷水里呢 来进行浸泡 让它呢 有一些这个吃水的过程 泡的时候里面 稍微加点白醋 也会把它更加的 涨发的快速 也还特别脆 你别说泡完了之后 真支愣了一点 对 把它放在这儿 持续地让它变得更脆一些 然后呢 热吃的部分 我们切成一种条 宽度大概是一厘米 长度大概是三到四厘米 就可以了 别太切太小 切太小 我们经过烧吃的过程当中呢 它又很容易脱水 并且它会烂掉 张老师 我们开始说那个白虎汤 它的功能特别的猛烈 对 那比如说我们只是小热小可 有一点这样的这个熟热症状 是不是用这个脆衣 就更合适一点 对 其实呢 就我们虽然说它是天然的白虎汤 但它毕竟是一个食物 对不对 它的清热功效 肯定是比不上白虎汤的 但是白虎汤呢 它毕竟你还得买药 你还得煎药 还得煮 对不对 还得很麻烦 这个习惯呢 我们随处可见 那瓜皮呢 我们已经把它切成了块 然后呢 来准备一些肉 之后呢 你选的是 梅肉 比起五花肉来说的话 它的油脂都更少 口感会更好 肉香味更足 然后我们把它呢 切成一些薄片 好 我们的肉片切好 那我们这些两道菜的食材呢 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超过水的这个瓜丝呢 给它捞起来 按说这个西瓜能直接吃 瓜皮是不是也能直接吃 瓜丝能不能直接省事 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要保证整个的一个卫生程度 其次呢 因为这个瓜丝本身有一些寒凉 你稍微不注意呢 可能会肠胃有些不适 那怎么办呢 网上我们生鲜的这个捞汁啊 它这个做法基本上是 生调料的状态为止 那我做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是熟调料 一个热处理的办法 然后你再把它冷却之后 倒到这个瓜丝里来 那吃起来呢 味道又入味 那同时呢 熟制的这个捞汁 和这瓜丝结合之后呢 你都能担心它的一个 时间安全的问题 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热菜的部分 先给它做了 好 来 我们锅底倒点底油 我们再给它蒜子和姜片 好的 来煸炒 煸煲锅 煸出香气以后 我们来下入这个肉片 但我觉得这个瓜 听起来就不太耐火吧 我们这个过程 能等到卷子成熟吗 其实你说的这个是重点 重点啊 对 卷子的成熟呢 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 那卷子做得很 非常的小 真的是啊 另有乾坤啊 怎么办 就是我在调和面的时候呢 就是烫面一半和生面一半 混在一起 做的一个半烫面的一个 那这样成熟呢 就更快了 成熟更快 而且既有鲜软 又有弹性 对 又有韧性 好 这个为了起胶壳 变黄 然后呢 我们开始来加入一些调味料 那首先我给到一些的蚝油 那除了蚝油以外呢 我建议大家还可以尝试 黄豆酱 比如说边酱也可以啊 明白 酱香浓郁 煸炒出香以后呢 我们开始来下入瓜衣 哦 简单给它煸炒 西瓜给它略微断生 变色就可以 接下来这个调味环节 其实呢就省去了加糖了 因为西瓜汁有可能会融化掉一些 没错没错 真不错 给它一些酱油 来和味提鲜 然后再给到一点胡椒粉 来给它增味 那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再给到一点热酒 同时我们再给点老抽 再加点颜色 略微开锅之后呢 大家伙会习惯性的要给到一些汤汁 但是今天这道菜恰恰不然啊 本身这个脆衣的含水量就很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经过炖煮烧煮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啊 不要再加水 你看话说之间啊 你看这个汁水 还真是啦 逐渐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我们这是用西瓜本身的这种汁水 又有点甜味 又有点清爽的味道 把这个卷子给养熟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赶紧把这个卷子呀 给它一次 给它马排到这个锅里来 好 我们把卷子放入之后呢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来加盖 让它在一个密闭空间里 快度地来成熟 炖煮大约三到四分钟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揭晓 又清爽 而且做法又独特的热烹汁 没错 没错 调味料也是比较多见 有这个酱油 那还有一定量的醋 还有一些橙汁口味的一个乳酥汁 又开胃又清爽 又有这个瓜果的香甜 锅底呢 照例给到一点油 这个汁很特别啊 要炒制 这个油里呢 不要放一些香辛料和底料了 我们这时候直接把醋和酱油 混在一起迅速到锅里 要趁着锅的热 然后迅速给烹进去 对 倒过来之后 我们快速地来炒 炒的其实就是把这个酱油 还有醋把它炒熟炒香 另外把这个醋 特别的这个酸色的味道呢 给它炒走 好了 好 这时候我们要放入这个准备好的浓缩汁 酸酸甜甜的 糖和醋都省 省点吧 对 可以再给到一些的蚝油来提鲜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给到一点香油来补香 这汁好特别啊 我们略微炒制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好香啊 就是红烧的味道 张老师的红烧 对 没错 就那种酱香味 对 那冷却之后呢 我这里准备了相对来说偏多的这个酸油 还有就是香菜 给点小米辣椒 这个辣椒是比较机会的话 你可以不放 或者是少放都可以 这一只鲜甜酸辣都有了 对 下期就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刺激的味道 是的 我都想吃东西了 就非常开胃 你看我都有点流口水了 对 不仅开胃可能还能生筋 没错 没错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汁水呢 给它倒到我们的瓜丝里来 好 凌胶上 看着好有食欲 好清爽 对 热菜也快起锅了吧 我们热菜呢也可以说是出锅 大家看一下 我们稍微一翻拌之后呢 太诱人了这个 还剩了一些香腥料 可以继续把它放进来 这道夹张菜呢 这个复合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到复位了 凉菜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非常好的开胃 而且很脆爽 这个菜啊 这入口比较绵软的 对 而且非常入味